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我来说 我试过有一年考Aлю 끝�Live 成细也不太理想 我挫败感也很大 落到谷底了 看不到将来 但那时怎样面对这个压力 那时有一段 刚刚那时是暑假 真是无所事事 有时候去维园都是坐下 望天打发究竟我是怎样 但是去到谷底之缘 我觉得有个想法 我都要继续面对将来 究竟我读书还是去工作 还是会不会外国读书等等 我当时我也很记得 就会看很多报章集市 虽然我也不肯定自己是什么路向 但我会收集资料 还有听一下长辈的意见 我有姐姐哥哥 我都很乐于听他们的意见 其实我家人都鼓励我 如果是这样 你又不是选清楚 你自己是否继续读书 或者读哪个学系 或者你会不会找一段时间去做一下事 最后我都拿了他们的意见 有做事 还有我很幸运是一间很有规模的公司 又做过秘书出身 我认识一下 譬如刚才你说到 A-level你当年考的时候 成绩不是那么好 整个心情直插谷底 现在回想当时的心情 你觉不觉得读书就是你自己的全部 好像说我考不到A-level 就糟了 整个天都倒下来了 以后都没有前景了 有没有这种心情 还有那时候 会不会想过 好像很灰到 现在好像有很多年轻人 考试得不好就说 糟了 我要去完结了生命 有没有这种心情 那时候 都会有一秒钟想过 但其实不值得 爸爸妈妈栽培我 有姐姐哥哥 有时候都给很多鼓励我 还有些先生老师 如果想弄了 想负面了 其实很不值得 还有我想起 其实还有很多机会 特别当我去做到决定 就是投身社会 做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 有一面掌握工作技巧 与人沟通技巧 还有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的确看到有很多人 都是有很好的成就 还有看到他们有些 都是自己存钱去其他地方读书 这样留学回来 又是因此这样 反而我的世界观 或者对我自己的前景更加乐观 所以后来我就半工读的 就是早上上班 晚上一放了工 就立刻去上学 这样的 就是这么劲力 要去半工读 我觉得值得的 学到什么呢 就是半工读的过程当中 那时候 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既然我读不到 名牌大学 我更加要努力 就是怎么样 早上上班就拿了一些工作技巧 晚上一刻就读工商管理 那又有知识 那我当时要读四年的 我觉得好像划算一些 两边都赚了 反而我觉得更加要双倍的努力 都很positiv 那我想麻烦你了 Cindy 如果我要你鼓励一下我们电视机旁边的年轻生一代 准备考考这个公开试的新一代 你会给他们什么意见 要抱着什么心情 我觉得其实在你读书的时候 专心读书 尽力而为 而且你很清楚你自己 很想去读书的话 就学多一些 尽量把握的时间 其实不用太大压力 你有一个均衡的时间 不要读书时读书 或者你有些时间去打球 轻松一下自己 读在特提技巧地掌握多些 多些请教老师 还有我觉得对于时事都关心多些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通识教学 我想最主要的简单重点 你是专心努力 其实这个是最重要先 到最后那个效果是怎么样 不用太介怀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其实这个社会到现在都很好 有很多读书的机会 很多的就业发展机会 你们千万不要放弃 其实读书就真的不是说 完全代表你将来的一切 是的 好了 讲完读书了 我想问一下 譬如你本身读书工商管理 其实出来做事 是不是都是做类同的工作呢 都是的 可以说某部分 因为现在我在工作 就是理财策划 当我读完一些 刚才说过工商管理 接着我投入理财策划的行业 我发现里面有很多专业试 反而我更加觉得 这个世界有很多知识 在这个工作范围的旅途上面 有很多专业的试可以给我们考 我觉得其实是看远一点 一路考试 一路看看不同的技巧 我考了十几年试 一路读书 我觉得一路进步 这样做法 其实Sindia 我知道你在理财策划 这个industry里面 第一份工作到现在 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做这个行业 做了这么久 有没有曾经试过 或者遇过一些什么的问题 是令你试过想放弃 不如试一下我转另一个行业 有没有试过这个想法 Franston 你说得很好 我真的有时候 刚刚突入 特别是刚刚初头那几年 特别有一个新行业 由读书到这个新行业 我觉得真的有点挑战 我有这个想法的 试过的 有试过的 但当时你怎样 去令自己冷静了下来 继续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 其实我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经过很细心的考虑 我在想 其实不可以那么容易放弃 我经过细心考虑 贸贸然放弃 我觉得很对自己不住 还有很对支持我的人不住 我会静下来想 究竟发生什么事 究竟是我真的性格不适合 或者我工作能力那里欠佳 或者我知识水准不够 或者怎么样 接着我寻求一些 在这个行业做得好的朋友 甚至是另外一个行业做得出色的朋友 我也有去跟他们谈谈 希望取下经 看看他们成功经验 所以从而去解决自己的困有 都是的 因为那个想法的视野会较阔了一些 还有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机会 还有得到一些成功人的经验 还有得到他们的鼓励 我觉得应该继续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那又走出一条新的血路出来 我想问一下 假设我们电视机旁边的新一代青年人 他们遇到一些问题 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又或者很烦恼了 你会给他们什么意见 应该要抱着一个什么心态 又或者是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困难 和这个逆境 其实我觉得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其实首先你自己静下来 还有我觉得都是要乐观先 还有不要自己困死自己 应该是think out of the box 试一下一些不同的尝试 其实我的建议是 你真的有机会跟一些 或者你的长辈 老师或者如果有机会 有些在社会上有经验的人士 跟他们多谈一些 我觉得你可以拿到一些点子 和新的想法 甚至看一些 报章集志 有很多主题作家 作者 他都有一些很好的意见 我觉得都是 不要困住自己 还有永远都不要放弃 我常常提醒自己 我想问一下 譬如现在我知道Sindy 你没有小朋友 是 但是你身边应该有很多朋友 或者很多家人都有小朋友 是 因为我现在见到有很多小朋友 我唯有用个惨字来用而已 或者可以说他们过分幸福了 是 因为为什么呢 譬如我见到很小过去到幼稚园那样小过来 我真的见过 譬如在江堂区 可以是 飞龙和他很赶快很赶急地换着校服 去走下场的 譬如你本身读大学好 或者读书要去做兼职 我赶着上学放完学之后 我赶着去做兼职 我就见了很多 但是小到幼稚园 要赶着我上去放完学 我要换着校服 在车里吃 下午 然后再回另外一间学校 我自己就觉得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那么勤力呢 其实我想问一下Cindy 你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父母的话 是不是应该真的将成绩这两个字 就摆到他子女的最头 最尖的地方 令到他们有很多压力 又或者令到大家 真的很辛苦 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做父母的时候 你会怎样去教导小朋友 或者怎样跟他们沟通呢 是 那我回想一下 我觉得虽然我也不是父母 可能就当是聊天 跟大家说 那我见到我的亲戚 那些正如像Francis 说他们真的 那些小孩又要回两间学 我也很辛苦 又要他们不够精神 我自己觉得 其实我觉得学业成绩 当然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我鼓吹都是平衡 有某部分时间 其实你都是多些跟他们 就是聊天 你和他们一起成长 一起面对成长的困难 还有有些时间跟他们玩一下 就是去海滩玩一下 或者去公园玩一下 其实在户外 都有很多知识 他们可以掌握的 就是看一些动植物 或者有机会 和第二家人的小朋友 一起成长 学一下如何沟通技巧 我觉得都是要平衡发展 就是要拿一个平衡点去做 还有多些机会 给他自己学习治理能力 有些让他自己尝试多些 不要帮他做 或者不要让飞庸帮他做 他自己管理自己 和他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可以自己解决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 这些小小分享 不要介意我 有这些 就是让他们自己的独立性 可以强一点 是的 还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懂得自己去解决 而且不用说 一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很害怕去面对 是的 因为我听到 有些家长的小朋友 说自己绑鞋带 洗澡很大的人都要飞龙去 那我其实觉得很蛙烟 如果是从小到小的 给他有治理能力 当然在他安全底下 让他尝试一下 我觉得他的胆量 和他的依赖心 没那么强 我觉得他的成长会全面一点 是的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 譬如家庭是可以负担得到的 我觉得不想 譬如暑假那些 要留在香港 又说我要报 什么英文班 报什么班 报什么班 如果你说你真的想 他的语言是好一点的 我觉得 如果是可以 能够得到的 可能带他去 另外一个国家 譬如英国 多一些机会 给他可以活学活用 可能更加好一点 是的 去到的时候 可能你要吃 你自己去选择你要吃的东西 麻烦你去找你要吃什么 你去跟外国人沟通 是的 可能令到他更加 对自己有信心在那里 是的 同意 给他多一些尝试 发掘新事物 给他们有机会 好了 我想问一下Sindy 其实你 都加入了青霜一段时间 是的 我想问一下 当初 为什么会接触到青霜 和会加入青霜 刚才在我的描述当中 我也有提过 我读工商管理 我当时有些很好的朋友 他就读人事管理 我们两个都是读工商系 就想很简单 其实我们都快要毕业 又不是很懂得 一些做工商界的朋友 又对这个社会很陌生 不如我们认识多些东西 透过朋友介绍 就认识青霜商会 就这样加入了 很简单 加入了之后 学到什么呢 开始其实都有很多尝试 有做一下思义 又做一下promotion 因为他有很多活动 我都是每个崗位 我都有尝试的 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但是当领年 做了会长的时候 学习原来更大 学习到 其实对于我的成长 最大的重点 就是能够是 怎样 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 和带领一帮 自同道合 即会员 一起去举办一些 有意义的活动 第二点 对于社会的发展 和青年事务 越来越热爱 我觉得 因为我在青霜上成长 我觉得给了很多机会 我去见了很多不同的事物 认识很多对社会各界 某些都是知名人士 我见到他们的爱乡 我的心很强 我都会透过 跟他们的接触 我都会加强了 我对社会事务 和青年人的发展 都很有兴趣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觉得是 学习到一个自信 和自强不息 因为很多时候 你要站出来 带领一帮团队 他们来自不同的年龄层 有二十多三十岁 有三十多四十岁 有些甚至更加长辈 更加年长一些 我要带领 或者是很正面地 带一些讯息给他们 希望众志诚诚 一起举办活动 这个对于我自己的 对自己的认识 对自己的那份自信 加强了 在这几点 我想问一下 譬如你加入了青霜 学到这么多东西 其实对你的工作 有没有帮助呢 对工作呢 其实你说直接帮助 不是说那么直接的 我想对 我觉得特别是 那个挺内在的 因为个人成长 是成长得很快 因为要管理的东西 很短时间要管理很多 尤其是海岸青年商会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分会 对于内的内政 行政事务 还有对外 因为我做会长 有机会和 有些是政府官员 有些是外国来的嘉宾 家长 老师 专业人士 突然间 层面大了很多 我都希望 我都是会的其中一个代表人 我希望透过不同的活动 希望对于会的形象 或者希望年轻人 更加认识我们 在这方面 我觉得就在这么多的接触 这么多的训练 在这个平台里面 见的东西很多 我觉得自己的能力 是加强了 这个都是事实的 接着我 试任了之后 多返回多些时间 去自己工作里面 那个成绩都不错 有个挺大的进步 我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但我想问答案 比如 加入了青年商会之后 都有很多会的事务要做 那时候如何去平衡 你自己工作的时间 坦白说 都是用了很多时间 在举办活动 或者处理一些会务 正正在这些时候 因为工作里面 都要有一个责任 所以训练到很短时间 要做很多事情 还有分配工作 就是delegation 那里就进步了很多 因为我要很短时间 做完所有的事情 我就这样去管理 你进入青年商会这么长时间 亦都做了很多不同的慈善活动 其实对你的人生观来说 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启发呢 都会 因为我觉得 很看到 透过青年商会的训练 还有这个训练是增长了自己的组织能力 管理能力的 另外一个最大的 我觉得人和人生命影响生命 是最影响得我大的 因为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不同社会各界的人士 我看到他刚才也说过 他对香港那份情 和对香港那份事务参与得多 他会影响到我 因为我都算是一个年轻人 或者是比较有动力的 又有工作经验 影响到我觉得 其实都会关心这个社会事务 还有对于一些义务的工作 其实多了一份热爱 能够帮助到人 令我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还有我觉得是丰富了很多 我想问一下 你做过这么多不同的活动 有哪个活动是令你特别深刻 和特别难忘的呢 其实很多的活动都有它有意义在 其中一个就比较印象深刻一点 就是国际儿童股拉比赛的 这个活动其实它最主要就是 一个大型的工作计划 四至十三岁的小朋友都来参加 分开不同的组别 最主要就是一些小朋友和年轻人 它可以透过一些话题 我那年就是爱香港创未来 它在同时间一个室外的场合去画画的 我想是有几个意义 年轻人可以发挥它们的绘画的才能 亦都有一个创意可以发挥 加强它的艺术兴趣 亦都是藉着一些话题 对于社会 对于家庭 对于它身边的事物 它可以透过那支画笔画出来的 我觉得很有意义和很震撼 对于我 其实我知道Cindy 你也有带一些 你刚刚说的活动的照片 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不如我们趁还有少许时间 我们先看看照片好吗 好啊 好 谢谢 这个照片其实最主要看下后面的那个poster 其实我是2005年做会长 因为2003年沙士之后 其实经济都是一般的 我们的资源不是很多 又不是很多钱去做广告 但是当时的地铁公司很好 就给我们免费挂一些poster去做宣传广告 这幅相片就是带上得奖者 就去电视台那里做一做宣传 因为他们的得奖品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 几位得奖者都很开心和他们一起有个机会分享 见到那么多小朋友都很欢乐 是啊 因为我们的比赛是8点半开始 那这些小朋友就很早来到九龙公园排队 你看看他们有些是否还没睡醒呢 有些就很期待拿着一些画笔工具 准备入场 这张图片就是其实这个活动都很荣幸 得到很多知名人士的支持 其中一位就是范徐丽泰 就是当时立法会主席 在我身边有莫凤賢太平新史 后面你看到是不是很多人 里面有小朋友 很多家长 还有有些赞助商都支持我们 当天就很热闹 这一张图片就很开心 因为开幕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彩带飘了出来 有些赞助商 还有更提强 我们的杰出环设计师 因为可能遮住了他的照片 但他都会在我们当中支持我们 其实也有很多很有心的有心人 是的 其实他们这么多位都令我很感动 因为他们都很忙 但都腾出时间来支持我们 这幅是很有特别的一幅照片 你见不见到后面排队 你见到中间有一些 其实那里有一千人的 都是小朋友 穿了一些T恤 其实他准备创造建历史世界纪录大传 是一千人在湖外地方画画的 所以那里我们全部排队 是很热闹 之后这个 配合比赛完毕之后 我们在浸会大专会堂那里 有一个颁奖典礼 有很多小朋友上来领奖 后面都是我们的嘉宾 是的 其实真的很好 因为你们每一段时间 都会搞一些不同的慈善活动 无论是小朋友 老人家 又或者是内地的新移民 你们都会很广泛 很全面都会照顾到 其实还有小小时间 我也希望Sindy 你可不可以给一些意见 我们电视机旁边的观众 如果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应该要抱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 以及如何去面对 他们的人生才会成功 是 好的 其实都很开心 我的机会 和观众你们一起 有这段时间聊天 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 遇到挑战困难的时间 我觉得最主要是 不要放弃 不要那么轻易放弃 因为其实 你有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心 还有想法是正面一点 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 还有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都会支持你的 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很好 而且真的真的 因为我经常都鼓励自己 我都鼓励你不要那么容易放弃 你是可以的 非常多谢Cindy你给这么好的意见 无论是我 或者我们电视机旁边的观众 多谢你Cindy 多谢你上来我们《青出玉兰》 下一集《青出玉兰》 会继续有我Francis 潘充正 下一集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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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